奉献祢的爱 去爱受苦难众生 奉献祢的爱 去感化不爱祢的人 奉献祢的爱 就像母亲爱我一样 奉献祢的爱 底下是菩提心 诸善宗王 必有阴言荒得发起 今言阴言 内有十种 何等为始 一则念佛众恩 二则念父母恩 三则念师长恩 四则念师祖恩 还有念众生恩 念生死苦 尊重己灵 忏悔业障 求生净土 令正法久住 有这十种因言 自然就能够发起那个菩提心 银和念佛众恩 就是我释迦如来 最初发心 为我等故行菩萨道无量解备受诸苦 我造业的时候 活则哀念 方便教化 和我医师 不知信寿 我坐地一年 活乎悲痛 一代无苦 这是菩提心 杜众生的心 神圣世世 随属我们 我们的师父也一样 对不对 你看那个赵周禅师 他的徒弟就问他 他说 师父 你百年以后要去哪里 问他师父 徒弟问他师父说 你百年以后去哪里 想说他师父一定修得这么好 赵周禅师很有名 一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到建土去 赵周禅师说 我要去地义 他徒弟说 师父 你怎么可能会去地义呢 赵周禅师说 我去地义等你啊 在一个圣者 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偏眼 有没有 菩提心的偏眼 在圣者的心里没有天堂地义 心里没有是非善恶的 哪有什么天堂地义呢 有是有非有善恶 恶才有天堂地义 有杀婆有极乐 这不是相对的东西吗 他内心已经没有了 可是他徒弟有啊 徒弟有的话 迷后 自己起心动念 起个贪贪之丢到地义去了 不是吗 可是他不知道他起心动念 是贪贪吃的啊 所以他说 我在地义等你啊 你看 水主于他嘛 师父为了要度这个土地不是只有一事呢 你看 设立佛的土地 不是为了要 这个以前前世的时候 为了要度那只狗嘛 要买那只狗放生啊 结果打猎了那个猎人啊 就是不卖他啊 一定要杀这只狗啊 然后来用他的播放跟他结个盐啊 后来来是 那个设立佛的土地 就跟着他的师父啊 说 我终生做你的土地 我绝不离开 他师徒都有言啊 当师父的都是度过土地 以前我师父说他换五十年的蒙山 可能我们就是被他换蒙山换过来的 所以我出家的时候 我就奇怪 我的念头就想说 我一定要跟这个师父出家 那不是因缘吗 我们有恩 这个师父有恩于我们 那佛祖呢 菩萨也一样啊 为什么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 好像很恭敬 有的人拜观世音菩萨拜他会哭呢 是不是 那观世音菩萨有恩于我们啊 而且他也不会讨人情啊 菩萨都不会讨人情 我们只有我们环路才会讨人情啊 对不对 有恩于人能够讨人情你看 所以我们不会感动啊 你向我讨人情啊 就讨完了 这个福报还完了 所以我不会对你感谢 我向你啊 人情在还你了啊 所以我们要活活啊 不要世俗活啊 活活里面布施 波罗蜜 有没有三轮体空 我们要养成这种习惯嘛 佛族菩萨都是如此的 师父也不会讨人情说 我讨你的呢 对吧 也没说 那我们 有今天就是因为师父嘛 是因为佛主嘛 那 我们内心里面要这么思维啦 这么思考啦 所以呢 不闻佛法怎么 焉知长寿佛恩呢 我不从头念啦 我把重点念一念就好了 不然你要轰一下 不要那么说 不闻佛法 焉知长寿佛恩呢 所以我们呢 闻了佛法 得到佛法的法义 谁给我们的 佛给我们的 因为只有他说法 我们呢 去听闻佛法 去改变自己 让自己呢 得到什么 卸透自在 谁给我们的 佛给我们 我们能够领悟到这一点 所以要好好的 闻思佛法 思考佛法 改变自己 这样呢 就等于念佛恩呢 这种念佛恩呢 就是呢 花起菩提心的 第一大音言呢 很自然就花起菩提心哦 很自然 所以啊 我们呢 努力学习 去转变自己的时候 才知道呢 佛法的这个美 才知道佛的什么 伟大嘛 在我们拜佛的时候 才知道哦 虽然这个佛呢 不在身边 但是呢 就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不要啊 学佛修行呢 学佛一年呢 佛在什么 眼前 学佛呢 三年呢 佛在什么 西天 我们应该学到什么呢 佛在我心里面 你要学到佛在我的心 我心中有佛 要怎么学 学他说的话 他说的话 如何让我们呢 改变 净化自己 让我更快乐 更喜悦 对不对 更晃得什么 晃得开 这是最重要的 自然就能够感到佛恩 要不然哦 有时候要感佛恩 因为一面拜 一面内心有煩恼 都是哭得跟佛讲的 对不对 天底下没有一个信任的朋友 只有佛最信任的 所以我都哭给他听 因为别人会出卖我 火不会出卖我 他不会讲话 这样还算好呢 不错啦 佛是你自信的朋友嘛 如果你没有佛自信的朋友 有的人得忧郁症就是这样啊 他不敢把他的心事说给别人听啊 就闷在里面啊 就内伤啊 就完了 你还有佛一个这么自信的朋友啊 永远的朋友啊 不会出卖你的朋友 这还不错啦 所以呢 我们要学佛 学菩萨啊 文殊的智慧啊 就吉祥啊 所以我们一生气起来 称心起初 正好修行啊 如果有这正确的一个知见啊 我们起着称心 我们有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 正好修正 就习这个称心呢 就吉祥如意 那这样呢 佛看起来不在眼前 其实就在眼前了 在我们心里面 这样大家懂吗 在我们在转念的时候 我们在对峙我们称念的时候 佛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就能感谢佛 就好像我们在感谢师父一样 当我们能够转变自己 我们看清楚事实的时候 我们就感谢师父 我们不用天天在师父旁边说 师父我很恭敬你 都不用 所以呢 这个悟的时候 开悟的时候啦 这个五主对六主讲啊 我们师父不用团团在一起啊 虽然喔 很遥远的地方喔 师父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呢 没有佛法呢 虽然师父在一起喔 有时候变成什么 燕金在主呢 不是啊呢 有佛法就不会呢 就会感恩呢 感谢他的教导呢 如果一世俗法呢 你如果没有佛法的之间糟糕 糟糕 要赶快种下去喔 如果是佛法的 如果是世俗法呢 那师父你都没听话 都听他啦 你看 哦 这是怎么教啦 啊不是没有主比呢 你跟他说这就听不懂啊 是不是啊 师父对你 给你拍就是对你好就是主比 你敢听不懂 你就看不到自己啊 你就顺我就对了 你就是听我了 哦 很辛苦 知道我们体会说 我们当师父的说 人家要怎么教他 一直都顺他啊 啊 糟糕了 他搞不懂顺境逆定是什么啊 哦 那这麻烦了 银河念父母恩呢 爱爱父母啊 生我祈祷失业三年啊 怀胎如普 这是父母恩啊 这个如何报父母恩 所以呢我们讲呢 要感恩啊 就要有报恩心啊 上报事总恩啊 下祭三图苦啊 对不对 那这个要有感恩 要有报恩的心呢 就要有什么呢 不见缺点的心啊 要自他对焕啊 常常替师父讲啊 替父母亲想啊 替师父想 替师父想 自他对焕 有两个心念一定要有 不能看师父看父母的过错 我讲我们凡乎控制不了自己的眼睛 会看师父 师长 甚至父母的过错 我们还有一个心念 我们看人家过错 之后呢 要看到自己更大的过错 用我们最大的过错 去掩盖我们看别人的过错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不看别人 没有办法控制不分别嘛 没有办法控制 对不对 我们眼睛要用来看啊 是不是 眼睛要用来看啊 我们怀孕的习气 就会看人家的过错啊 所以就写不到活法啊 那我们写不到活法 看到别人过错 写不到活法 看一看 自己退到心嘛 我们在眼睛自己退到心 还没有来之前呢 满怀的希望 满怀的目标呢 所以眼睛一看下去就退到心了呢 那写到什么东西 因为写到看不到自己啊 你如果看到用眼睛看到别人过错 你看到自己更大的过错 你就会去包容别人宽恕别人 包容宽恕 还行就是活法嘛 是不是这样 这个活法才会让我们过得很快乐啊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自己过错 你就不会包容 你不会宽恕啊 你用感情 世界的东西 世间的感情 不用理性去修行的话 都很感动的 刚开始来都 我的靠到这样 我很感动 跟菩萨有缘啊 没有三年 退到心了 怎么退 你眼睛啊 我买看啊 叫你不要看 不然怎么走路啊 对吧 看又不要看好 都看不好 有好 又钓在心肝 又碰不下 菩提心 认识啊 那你要看到自己的 惭愧 你看二十年来 惭愧 我自己改不完 我哪有时间去看别人 对吧 自己很多还不改啊 很多看点 脾气感觉啊 咱们没法比较啊 哦 啊不呢 人家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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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夹一个 是不是 那我们就要去观察到这一点 所以有时候 我要欠我父母 欠我妈妈 我妈跟我住在一起 我欠我妈妈 欠到我自己 你腹都不听 我才会想起 我自己感觉很好 我会堵妈妈 或者妈妈堵他 但是好感觉我还看不到 我还告诉他 我还告诉他 我让你堵他 我堵你不怕你不听我的 我想起来 我让你堵他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很多这种情况啊 啊有没有发现 我们被人家杜了 不要自尊心啊 我自己说很委屈 我自尊心 我让你堵他很坏 我要堵他 我让他堵他 这是错误的观念 给人家杜走就给人家杜走 有什么关系嘛 你就知道你有自觉 有觉悟 你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就改变一个心态 态度转变 就想到师父的教导 伟大 你怎么这么厉害 怎么可以这样 派一个 外头再来找一个 所以我就做不到 这瞬间而已 这么厉害 这个功夫很好 佛主 罗佛罗他犯错 欺骗别人 人家说佛在吗 他说不在 他即使佛在 佛也在骂他 科赐啊 可是佛内心有没有动怒 对不对 他的怒目金刚是要 给他的儿子说 你这样做是错的 让他以后不 这个做错知错能改 只是这样而已啊 但是我们一般都 弃到一条命都弃 所以当执事者 当主持 当当家 需要有相当的定位 有相当的修行 要不然你不要领执事 不然你会让人家 弃一条命都弃 真的啊 对不对 我曾经看到师父有被土地弃到 那我管理在里面不出来 说 师父你不要想不开 我不对 我跟他参会 好啊 不要想不开 当家 祈祷 我认识都不听 那些东西 不愿意 我执事 我执事 那些东西 你有没有意见 我们没有意见 你会有意见 他的东西 那些东西 他不是他 他就是有意见 他就是帮他 他就是帮他 所以这个东西 他就是帮他 就是帮他 帮他 他就帮他 他帮他 危险耶,危险耶,性子不要太急啊,不要太急啊,我碰到一个法师,他的个性很好, 个性比我好,哦,你个性比我好耶,笑咪咪,人家讲什么都没关系, 他说什么,我有个好处啊,我要太急啊,你要跟自己这样说啊,我要太急啊,不要这样起起来,我冲起来, 说个好处,要怪佛祖,说佛祖没保密,不是,自己的处啊, 葬礼要爱爱爱爱爱爱爱,就是啊,灵力较好啊,灵力较好,要跟修行,要画上等候,不败了, 古早的祖宁,大家像青菜子的指示,都要修用很好,修用很好, 没意儿没得到,没命,对吗,去就去到没命, 所以这个,指示人要训练,训练,包包不动, 所以呢,银河念师长恩呢,父母虽能生义我生呢,若无世间的师长,不知理义, 若无初世间的师长,不解佛法,所以世间的师长跟初世间是不一样, 初世间是要我们断环绕的,贪嗔是环绕是什么,我们看不清楚,我们无名嘛,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习气在哪里,师长教导我们要听,因为我们自己看不清楚, 迷者什么,师度嘛,所以师父的话要听啊, 物者的制度,自己知道哪里,初毛病在哪里, 比如说以前一个国师啊,不是在皇宫里面讲那个十二元起吗, 无名言行行言士啊,我们的生命的言起是这样啊, 那底下一个太监问他说,啊,无名是什么啊, 什么是无名啊,无所明白,无名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的发动就是因为无名啊, 然后那个国师就,就跟他这个态度很不好, 啊你一个太监啊,懂什么啊, 对不对,故意要激他啦,以前的禅师都是这样的, 用激的,你才那个习气出来, 然后那个太监就生气了, 国师你太瞧不起了,那个太监不是人吗, 国师就跟他讲,这个就是无名啊, 解释了老半天,对不对,他也听不懂, 他生气了,他自己不知道这个叫无名啊, 我们自己生气,自己不知道叫做无名啊, 可是自己知不知道自己无名, 如果自己知道自己无名,自己就有名了啦, 啊,我们就是要明白一点啊, 才能够保命啊, 是不是,要时常关照嘛, 文字般若,关照般若嘛, 这要养成习惯啊,这也不能用讲的啊, 每个人都要养成习惯啊,时常还行关照啊, 我又错了,哪里错了,我很惭愧,我很忏悔, 讲这个方向是对的, 不要说啊,那个人错,那个人如何, 你不但自己还好没有断,还跟人家结恶言, 真的,你讲到别人,别人如果, 第二个再传到第三个, 那个人也不是,如果修养很好的阿罗汉菩萨, 他不会在意的, 如果是世间的精子,他也不会在意的, 如果碰到小人,他记恨记在内心里面, 你不是遭殃了吗,你不是倒霉了吗, 我们为什么要跟人家结恶言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心控制不了啊, 很难过的事情不讲啊,不土为宽, 转念转不过去, 转一个两头,那两头转不过啦, 转到过就是你那个啊, 你就感觉出家有够好的, 好家才有接触好法, 没有我温死的, 就这样说, 真正的, 出家那久阿嬷说,好家才有接触好法, 我也是同样啊,照我这样的生活啊, 只不过我心态改变而已啊, 转三个月后, 快来妈,严想吧, 是不是这样啊, 但是这个心态转变, 我们的生活就很过了, 有的人现在悠意症是怎么这么多啊, 等不过啊,想不开啊, 放不下啊, 为何的事情就放不下啊, 第一点就是放, 对吧, 委屈的, 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 今天, 人家师父可以这样转个念就, 生气转个念就好了, 我们至少今天要把它结束, 不要留到明天, 明天知道了, 你如果不送败, 明天知道了, 你又会穿啊, 你说, 你这人怪怪哦, 以前都不是, 现在还会变成这样, 就表示你放下了嘛, 你放不下哦, 如果那个人跟你不舒服啊, 他走过来, 你就走那边去, 你放不下啊, 那怎么会主张? 他来啊, 他没有出来啊, 他看到了, 因为这边当边来, 好, 在道中这看呢, 对吧, 如果要在道中呢, 想不过呢, 要怎样? 事情就大条了啊, 是不是? 说, 我们内心的问题嘛, 不要散嘛, 面对嘛, 锁起来容易, 还要自己训练啊, 自己没有训练啊, 都白讲啊, 要自己训练, 这样, 冷喔, 日记就好过了, 所以呢, 我们有这个感恩心, 我们碰到困难, 转念的时候, 我们转过来的时候, 才知道说, 噢, 你师父是在疼难啦, 他如果没有这样感恩, 他要堵到重心, 要堵重心, 让重心堵, 他还不知道啦, 现在身体没头状, 更知道说, 噢, 我们这里堵到重心, 发泡体心的堵重心, 外来的重心就是这样喔, 我们身体重心跟他一样, 我们就会起悟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说, 不在啦, 老人家不在啦, 我们想到精神, 从内心的, 不是在说好听话, 不是标明上, 就是前面说, 要标明在说好听话, 来心不真的这样说听, 那人听得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政府也好, 宗教也一样, 要从心态上嘛, 你真的关心众生了, 就一个动作就好啦, 我很关心你, 我的心, 把心带过去的, 我关心众生, 对不对? 不是做给人看的, 那你就会得到明心啦, 一样的道理, 心态是很重要的, 没那个心态, 那你就会得到明心啦, 有点不在心, 你讲的好听话的人, 也没那么懂, 去感受到啊, 一样啦, 所以呢, 有念父母恩啊, 同样道理念师长恩, 还要念到师祖恩啊, 师祖恩啊, 师祖恩, 就为什么要立场兑换替师祖想啊, 就不会想到, 都是想到自己啊, 哦, 师祖很辛苦呢, 对不对? 是你做工啊, 六丸呢, 掏两千块呢, 要来给你供用, 稍微供用, 我们直接吹冷气呢, 虽然坐在天上也很辛苦啦, 但是啊, 跟他们比起来, 他比我们辛苦的啊, 做工很辛苦的啊, 对不对? 他再拿来给你供用, 我们不要贾他借, 就感谢, 那叫做主比心, 有这种慈悲心, 我们的福报就会来, 不要想他多少, 记得, 原教里面没有想, 多少, 有, 无, 都没有去想, 都没有去想, 金刚经里面是最大的福报哦, 对不对? 那的福报像西空哦, 你有去想, 福报就有限哦, 不是你想什么, 他来, 他送来什么东西, 哦, 你看我修行多好, 一不小心又起五万啊, 对吧? 这样也五万耶, 哦, 哦, 没想到我很好, 你看我一担几两头, 那才踩上来, 你看, 天人受工, 你动这个念头也错呢, 就像那个悟达国师的, 月障就要现前的, 不小心呢, 是不是? 所以, 要完全没有动念, 实在是蛮难的, 很难, 所以, 师长恩, 父母恩, 这个都一样, 还有师祖恩, 这三个恩, 只要我们的心态正确, 这四个恩全部可以念到, 对不对? 就能够有感恩, 然后替人家立场去想, 自他对话, 然后看到自己的缺点, 开始引发正确的自见, 去走, 所以我们常常有反省, 常会忏悔, 这个感恩心就会连结, 这个心念有连结的啦, 有连贯的啦, 如果没有看到自己的心念, 自己的那个烦恼, 恶念就会起来, 那所有的佛法, 就从这里引申出来, 这是有违法啦, 但是有违法是基础啊, 很重要啊, 对不对? 言教是无违法, 离开两边啊, 中道思想啊, 这个也有法师上这个课, 中论的思想, 离开两边, 这个是言教根气的, 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 都要五官堂啊, 要拜五官堂啊, 要失常失口啊, 存起德恨啊, 全缺应共啊, 我的缺点在哪里啊, 要看到我的缺点, 要改正我的缺点啊, 三星未了啊, 滴水难消啊, 我还有没有贪念啊, 我还有没有这个称念啊, 我的脾气有没有改啊, 我就很惭愧啊, 还没有改好啊, 人家来布施供养我们啊, 我就很惭愧, 人家供养的少少的, 我很惭愧, 供养的更多, 我更不可能纳受, 人家对你恭敬, 你也惭愧, 这样就对了, 不是人家业里恭敬, 供养你, 你就跟他理所当然, 错啦, 那就不对哦, 态度不对哦, 供养者有福报哦, 恭敬者有福报哦, 我们心态错, 我们就有罪过哦, 对不对, 我们心态对, 人家看人家供养啊, 我们很惭愧啊, 得恨不够嘛, 纯极得恨嘛, 人家如果不听我的话, 不要生气啊, 哎, 我在领悟到这一点, 自己得恨不够啊, 不要怪别人啊, 对不对, 得恨不够嘛, 为什么得恨不够, 我们做的不够好, 我们做的不够多啊, 我们的心态, 我慢啊, 以为做的很好啊, 不是得恨不够是什么啊, 是真实话, 事实就是如此, 不要欺负啊, 有的人啊, 我在听话, 在听话, 要自己, 要道理你都不听, 欺死我, 没有智慧, 要很惭愧嘛, 我们自己做不好, 是要说什么听啊, 我们用这种心态, 大家来学习, 哎, 这样就能够接受, 在我学院教书, 我时常用这种心态, 跟学生谈啊, 我不敢说我要教你们啊, 我啊, 虽然很少啊, 几个人啊, 我说我讲给我听啊, 我也要学啊, 我自己也没有得恨啊, 我讲给我听, 所以我在讲课, 不因为人少, 我就觉得这个挫折感啊, 没有成就感啊, 我很高兴啊, 因为讲给我听, 有没有,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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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士啊, 他在监狱红华, 他口才不错啊, 他师傅啊, 他讲, 有一次我到他们讲, 开始讲到我慢这个问题, 那机士啊, 以为说, 哦,他在监狱红华很多人听啊, 他很得意啊, 师傅的这个, 这个, 这个听的人还没有那么多啊, 他就很得意啊, 有一天我都讲到我慢这个问题的时候, 突然, 他也是有节悟有智慧的啊, 他突然,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是讲他的啊, 有时候我在那边讲, 不是讲你的啊, 他是讲我啊, 你不要以为说, 我是在讲我, 那个脸色就变了, 不是啦, 讲我讲我, 不是讲你, 所以啊, 我也没有讲他啊, 他自然跑出来, 我吓了一跳, 他干嘛, 当着大众说, 我向大众忏悔, 我以为我说话, 这么多人听啊, 比事物还会说话, 我慢心就起来了, 你看, 是不是啊, 我们要节悟呢, 没有节悟谁救不了我们呢, 是不是啊, 如果没有节悟你说他, 你说你在基督我呢, 是不是啊, 有节悟的人说, 是我错的, 我慢是我错的, 我不应该这样的, 要缺隙, 是不是啊, 所以人少啦, 也要讲啊, 讲给自己听啊, 我也要学啊, 我念一遍, 你看, 我还差得远啊, 人家是祖师, 我是真的是, 人家是迁徙说, 业障还路我们是, 业障再加一等业障啊, 是不是, 很多做不到的啊, 所以大家一起学, 心态正确, 你们就不会挑我毛病啊, 你如果我慢, 以为我做得很好啊, 然后你走出去, 走路看看, 人家都看你走路, 走到这样, 看得太好, 我误导你们, 把你的心, 看到我的缺点, 是我误导, 因为我的心态错误, 我的心态正确说, 我本来就差劲了, 你就不会看我缺点嘛, 是不是啊, 不会吧, 没啦, 阿弥陀佛, 各位慈悲, 佛陀的智慧就是要引导他的弟子里面, 让他自己去看到自己, 他的重要目标, 这是唯一的目的, 所以他的十大弟子里面, 佛陀说, 除了节下你们回来, 其余的时间你们两个人不要同行啊, 现在不行啊, 现在释迦牟尼佛说, 你们赶快到西方去啊, 不要离开这个人情啊, 因为我们没有觉悟啊, 懂不懂, 他十大弟子都是阿罗汉啊, 大家都是一种圣者, 会解脱的圣者, 会解脱就是什么, 自我的观照能力非常强啊, 自己执着, 自己哪里, 毛病在哪里都知道啊, 还要佛教吗, 自己知道就似乎不用教你啊, 对不对, 像五祖六祖啊, 还要教他吗, 笑一下, 他也笑一下, 世家莲花, 佳瑟一笑, 好啦, 没事啦, 那我们呢, 你如果跟他笑, 说师父你笑什么啊, 莫名其妙啊, 他要想半天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没有觉悟, 我们没有那个内观, 我们没有观照的力量, 缺少观照的力量, 所以一不小心, 我们心就跑去去看人家的缺点, 佛陀他是智慧者, 能言经里面七翻真心, 对不对, 他把阿兰尊者的心, 从外面的分别, 一直一直把他的心一直拉拉拉拉拉, 关到内心, 不在内不在外, 那当下就开悟, 大智慧者, 我们如果讲话不小心, 会把你的心引来看我的缺点, 对不对, 我如果生起了慢心, 你就看我的缺点, 我如果生起了惭愧心, 还醒, 我如果很谦卑, 你就不会看我的缺点, 是不是这样? 我们对人对视, 是不是这样的? 一样的道理啊, 如果看到一个我慢的人, 他讲话很碰空, 你就看他的缺点啊, 你就会看到缺点, 他引出你的烦恼啊, 那我们不知不觉被他引导去了, 那感恩心在哪里呢? 就丧失掉了, 就跟我们呢, 在修习里面呢, 天天念佛都要回向啊, 这个若有听闻者啊, 西花菩提心啊, 尽此一报生啊, 同生极乐果啊, 这在慈悲心里面啊, 他有分三等耶, 对不对? 慈悲心有三等耶, 一个是什么呢? 一等是什么? 对你有恩的, 一等是呢? 没有这个平常的人, 一种是什么呢? 你的冤亲在主, 最大的慈悲是什么? 宽恕, 原谅你的冤亲在主, 对你有恩的都不能感恩啊, 那对伤害你的人啊, 能不能原谅他呢? 这是最难的, 分三等最难, 那我们感恩也一样啊, 当你能够原谅伤害你的人, 讲话伤害你的时候, 你的修行就已经超越了, 那个就是这个真正的慈悲。 所以这个是讲到念众生的恩啊, 念施主啊, 念众生的恩, 就散报似从恩啊, 天天念。 但是呢, 我们心态上呢, 有一些错误的心态的时候, 必须要呢, 去建立一个正确的知见, 才不会因为, 好像外表的念, 跟我们心中的想法有一些什么呢? 差距, 漏差太大。 我们通常呢, 有些学伙的人呢, 看到, 看大圣经典, 都会讲一句话, 大家都做不够啊, 听到有什么诺音。 这句话, 你有听到吗? 这句话我常常听到。 这句话, 事事而非呢, 就是做不够不够要听, 就是做不够不够要做。 如果做不够, 如果做不够要做一点, 我们就会觉得, 哦,庆幸, 我们要给自己拍拍手嘛。 哦, 我原谅他了, 我从我心中原谅他了, 放下了。 你这个时候才会觉得说, 佛法是甜美的嘛。 那你肯定佛法就是跟佛有言啊, 因为佛是佛说的嘛, 见佛即见佛嘛。 你就会感谢你的师父, 你就会感谢佛啊。 这一念感谢的心, 比起你在外, 外面在拜那个佛, 有时候力量还大哦。 这是我的经验。 你天天在那边拜佛, 佛说, 你对众生好一点就好了, 你不要拜我啦。 最大的供养, 普贤、横雁平, 这个课也上过了嘛。 法供养为罪嘛。 你要供养佛不如呢, 带众生的苦去供养, 对不对? 你能够苦度众生供养, 那个不是七种吗? 法供养吗? 那个佛最高兴啊。 所以你拜佛, 佛还不是很高兴啊。 你对众生的恭敬, 你对众生的慈悲, 体谅他的苦, 佛最高兴。 你更接近佛。 更接近众生就更接近佛。 因为没有众生就没有佛。 佛就不能发菩提心, 普贤、横雁平。 以前我们想想到我买到那儿。 哦,菩提为根。 没有众生哪能够发菩提心啊? 没有发菩提心怎么能够成佛啊? 原来成佛要众生啊。 对不对? 这样就能感到终生的恩。 从这一点, 这是积极面啊。 消极面就对峙我们的称喜, 称念习气。 再来就是念生死苦啊。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啊。 那生死苦是有什么分断生死啊。 还有什么便衣生死啊。 我们这个心念是便衣生死啊。 这个心念啊, 十善十恶啊。 我们看得到自己心念说, 我们往哪一道去? 因为我们出生为人, 又能够出家, 一定善大于恶啦。 现在修行啊, 对不对? 要恶尽量少一点啊, 善更多一点啊。 所以呢, 四正情的观念要有嘛。 就是恶念起来的时候, 要去什么呢? 要去转念祥福。 当然啦, 这个多念佛啦, 是最好的方法啦。 但是呢, 有时候呢, 业障重的, 重生呢, 念佛有时候也念不下去呢。 我以前碰到我们一个学长啊, 人家在打活气啊, 他业障重到什么样子啊? 还没有到佛堂, 他就什么, 晕倒的, 他不能进到佛堂里面去呢。 有一次去潮山啊, 去广青老山潮山。 他哦, 到那个一半的时候, 他就整个人啊, 就晕倒了。 不得不让他下山, 每一潮山都没有办法。 后来呢, 暑假的时候去拜什么? 四十九变得大被忏。 忏悔业障。 所以我们要出家寿劫之前, 都要忏悔。 拜什么? 八十八活, 大忏悔。 对不对? 就忏悔。 但现在忏悔啊, 现在很平顺修行啊。 现在要什么? 最从心起将心忏。 吃饭的时候要好好吃, 要小心吃。 喝茶的时候要好好喝, 小心喝。 这周球啊。 属性呢, 有一天那个姬士来啊, 送我一个, 我说我有外费有馆啊, 送我普洱茶。 说法师你喝喝看。 我这个普洱茶是有人声味的。 我说是俗法, 喝个茶, 就来相当计较说是什么味道的。 我这个茶是几斤, 几万的。 是不是? 喝个茶向外分别。 照周茶是什么呢? 向内观照。 我在品察这个茶的时候, 这个味道的时候, 是什么味的时候, 有没有去观察, 我对这个茶的喜欢不喜欢。 有没有观察这个? 这个是世间法跟初世间法不同的地方。 这也是一个习惯啊。 假如你有那个修行的根, 你自然就会去观察到你这个, 对这个茶的分别的好坏的心念嘛。 很自然的嘛。 但是你也可以随顺世俗嘛。 如果世俗他听不懂的话, 好啊, 不错啊, 辛苦你了。 但是你内心里面, 有没有起贪嗔啊? 要不要起啊? 吃饭也一样啊, 同样道理啊。 对不对? 如果是老饕啊, 我一个鸡尸也是老饕啊, 很喜欢吃重口味的啊。 看我吃到真正, 吃到什么, 要透过一个, 我听说啊, 他太太煮得不好就被他骂啊。 他喜欢重口味的啊。 所以厨房的人很辛苦呢。 我们修行者要训练什么, 人家煮什么我就吃什么呢。 吃的人要有修养呢, 功夫要好呢。 不管你煮什么我就吃得很高兴, 不是吃的人修养吗? 吃的人修行好, 煮的人就欢喜啊。 你吃的人很难缠啊, 一下子要吃咸的, 一下子要吃蛋的, 一下子这个不能吃。 所以没有人要去厨房。 很难煮啦, 一个人交代一样啦, 说我这个不能吃。 除了是身体不允许的, 吃的会死翘翘的, 没有办法。 另外再煮吧, 要不然怎么办。 所以现在, 以前啊, 出家要三年要入厨房, 现在听说有个道场说, 我要出家, 但是, 不要让我入厨房。 你看, 怎么办。 本来吃饭就是修行啊, 你不能太大的分别好坏, 口味, 这一点, 对一个真正要修行的人士, 一大考验哦。 真的, 他要突破这一关哦。 对不对? 我们以前, 那个就是习气啊。 我刚才出家的时候, 我喜欢吃的东西, 在打坐说是浮出来的。 你们都有浮出来哦, 对不对? 都浮出来哦。 那让你吃过多的, 你就不会去想。 吃这个啊, 你不要吃, 不要吃。 那不是什么。 但是你没有吃, 哇, 那个时候有什么蛋糕来, 有什么东西来, 我多好。 那个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也是修行哦。 回宫赶照啊, 回宫赶照啊, 你要想到来狗禅士是在吃饭开悟的哦。 吃到说这个饭是什么饭都不知道哦。 吃到连我都不知道三轮体空哦。 好厉害哦。 他一直在餐, 我是谁, 我是谁。 然后我们也可以自己讲啊, 我们虽然不能插到话头, 也可以插到话尾啊。 也可以自己讲, 喝茶的人是谁啊。 我们在打坐结的感觉很好, 我们也可以问自己啊, 那个感觉很好的人是谁啊。 我如果念佛念得很好, 我感觉很清安。 那个清安的人是谁啊。 有什么了不起, 清安也没有了不起。 本来无我就没有了不起了, 有我就了不起了。 至少提醒自己一下嘛。 不要被这个感觉骗着走, 以为自己修行很好嘛。 你如果认为你修行很好, 你就不能跟人家打成一片啊。 我高你低就来了啊。 高低就来了不是吗? 就变成有点怪怪怪胎咯。 走路不太一样哦。 走路有风不三缸哦。 你自己认为很好, 自己没什么了不起, 什么都不好, 你就很自然。 人家比我高你也笑一笑。 你如果有高的感觉, 有一个比你更高, 你就不服气了。 你如果都是很低的, 我本来就是很不好啦。 我跟谁比啊? 任何一个人都比我好。 没得比。 你是不是最快乐啊? 心态本来就这样啊, 哪一个都比我好。 你的心态就是有内心里面这样, 也不是谦虚的。 事实上也是如此。 属性也是这样啊。 我们看着自己自己就是很糟糕, 很不好, 很多要学的。 所以啊, 这个是生死的苦啊。 还有生死的苦, 有一点就是人的感情啊, 爱念啊。 这些生死的苦, 爱念啊。 这个感情的东西, 会造成我们生死流转啊。 所以你看看现在的父母啊, 照顾儿子无为不治啊。 照顾到啊, 下一来世就当他太太, 继续照顾。 夸爱嘛。 太关心过度了, 就是如此啊。 所以呢, 我们修行者, 我们出家人啊, 是什么啊? 人死了不能去哭, 不能动感情。 意思是这样啊。 你不能夸爱啊。 夸爱以后了就麻烦啊。 底下银河尊重己灵。 银河尊重己灵。 就是现前一心, 直下与释迦如来, 无二无别。 我们这一念心, 超越了自我, 超越了能守, 超越了人我, 超越了思维善恶苦乐种种。 这一念心哦。 是超越了这个相对待的这一念心, 跟佛是无二无别的。 只要我们动一念, 就有相对待的东西出来。 我们修行是不是有相对待的啊? 我在念佛, 我在打众, 我在诵经, 是不是我, 我跟一个相对待的法, 要超越这个哦。 要超越相对待的东西, 这两个。 呃, 所以我们因为有我执啊, 所以呢, 每个人都是认为, 他的修的法门是最好的。 不能去包容别的法门。 我讲一个笑话, 有一个喜欢打坐的师父啊, 到别的道场去啊, 说, 你不要叫我诵经, 我喜欢打坐。 答应我这个条件, 我才去你的道场, 很好笑哦。 他以为他喜欢打坐, 打坐这个法就是我要的, 其他的我不能接受。 所以他对整个佛法的修行来, 我还不是很了解。 所有的外向, 对不对, 只是一个工具啦, 最只要是在我们内心里面, 无所知啊, 对法也不能有所知啊。 人家去那边, 念阿弥陀佛, 我以前也是这样啊, 我以前念阿弥陀佛, 是念某一种调哦, 如果别人变不同调, 我就不习惯哦。 业障真重, 真疑痴。 人家念什么调, 我们就跟着念什么调就好了啊, 为什么那么执着那个调呢? 一定要什么调吗? 如果是念释迦摩尼佛的 跟阿弥陀佛两个住在一起, 怎么能够住呢? 有一个念阿弥陀佛的, 晚上都要念阿弥陀佛, 开那个阿弥陀佛。 他说, 我晚上如果死的话, 我还有听到阿弥陀佛的声音。 可是那个没有念佛的, 识迦摩尼佛, 他每一次都把他, 哎哟, 你怎么念那个, 有声音我睡不着啊, 他晚上把他关起来, 他又把他开起来, 他又把他关起来, 又把他开起来, 两个都没睡觉。 慈悲心不够, 只有想到自己, 修行也不能想到自己。 你应该想什么? 但念众生得利苦, 你只要你睡得好就好, 我没关系。 这个就是佛啊, 是不是啊? 你要念佛的慈悲, 还是念佛的这个名号啊? 你要跟他一样说, 我包容你啊, 你睡得好就好了啦, 明天好修行啊, 让一步是好吗? 这个才跟佛接近啊, 这个接近是, 跟释迦摩尼佛, 跟阿弥陀佛都接近。 我们虽然念阿弥陀佛, 也要有这种心态嘛。 尊重我们这一念心嘛。 超越了相对待的, 超越所有我的这一念心。 法而言的五十三三, 就是在超越我对这个法的执着。 明和忏悔业障, 我们的罪过很多啊, 业障很多啊, 要试忏啊, 还要礼忏啊。 那这个福报不够啊, 也是我们的业障, 你看我们出家人的福报, 都千差万别。 有的福报很大啊, 有的就连到场都没得住啊, 是四家流浪啊, 有的是一个大过来的大厨, 不知道要大了, 一、三、五、二、四、六、 大厨这厨, 大厨这么多啊, 怎么能够差那么多? 是不是? 有的这老的又找不到厨, 不可能啊。 那我们要检讨自己啊, 为什么人家不说我们? 有一个离开道场的人, 我又跟他讲, 你如果改变自己啊, 哪一个都说你。 你如果自私自利啊, 你找不到道场。 我告诉你, 对啊, 你都想到自己, 我们找到什么, 要爱这种人, 要去那些公司, 要先开条件, 那我们想开条件多好啊, 要开条件多好啊, 要开条件啊, 就世俗的公司啊, 要去要开条件啊, 我买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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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俗的公司不是这样吗? 你知道道场要开条件, 你要顺着别人呢? 顺着, 没有办法顺着别人, 就我们的业障很重, 我们要忏悔, 我们的业障很重, 没有那么习惯, 没有那么习惯, 我们的风法啊, 风释啊, 那不是我们的业重吗? 哦, 那还会忏悔哦, 还有福报哦, 还知道忏悔哦, 说是我们的错哦, 没有, 说要去外面都跟人家夹不得了, 那家都得到, 这家都得到, 哇, 都夹不得了, 到后来你回到没路, 真的, 不是吗? 人家说那家夹到外面都得到, 你夹不得了, 自己的啊, 自己断自己的路啊, 你如果出去啊, 没有办法住得好啊, 我的业障很重啊, 是不是? 是我的业障中, 我没有福报, 都放心自己, 都忏悔自己, 这样就对了, 那这样就对了, 这样人家还会说, 哦, 这个人真有那个反省的心, 惭愧的心, 人家会接受你啊, 所以你改变自己, 大家都接受啊, 你要改变自己啊, 不要说白蓝不得了, 所以呢, 这个沙佛世界啊, 为什么要念佛啊, 因为进一步退三步啊, 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心态, 都是我们沙佛世界里面众生有的啊, 极乐世界有没有啊, 极乐世界有就不会去了啊, 我们在没没想, 对不对? 我们很多的错误的心态啊, 虽然我们外表念佛啊, 但是念不到像善导大师, 一念佛就光明啊, 然后情人补着啊, 从此法师就慈悲啊, 叫你们多念一点啊, 就大家都念一点啊, 是吧, 结个言啊, 念心里面再把它静化, 没有念佛地说出来, 看万事万物, 你们都是菩萨之友, 我是凡物, 这是应公大师说的啊, 我们是嘴这样说, 但是, 我们看一看, 头脚了, 你们都欲准很重, 可能我最好, 是啊, 不是啊, 那叫将冬这样说的人就欲准重, 重到后来没努力了, 是不是? 我们很惭愧, 很惭愧, 哦,你们大家都很好, 割下买的人就比我好, 是不是? 所以, 那就是禁道很难啊, 我们啊, 进一步退三步, 很容易退的啦, 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业障重啊, 我们的知见, 佛法的知见都是错误的啊, 没有那个正确的修行的一个正念啊, 如果都符合这里面的所说的呢, 我们会退吗? 不会退, 就是躺着也不会退, 不躺着就出问题啦, 天天把你叮得死死的, 你脚弃当天叮得死死才会出问题啊, 你脚弃当天叮得死死, 没有你时间讲到就出问题啦, 到底明白吧? 你看看啊! 我们的心念, 我们的意义上有多, 沒有正! 巴正道能的话, 正箭! 正确的知见! 还有什么? 正思维! 这个思维、正剑不过, 不要谈正念! 正观、正思维不过! 好啦, 充斥在我们脑海当中,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就 вним不出来, 있죠! 念佛看不到 念佛就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知道对错 那还好 因为念佛是一种定 看得清楚 如果念佛的时候还不知道哪个是对 哪个是错 糟糕的 虽然一面念也一面造业 善恶夹杂 这边讲的就是如此 讲的这个 禅宗的开悟是什么 他还没有念佛之前 他已经把自己的念头弄清楚了 放下了 他还没有念佛之前 已经明清 已经明白自己的心念 已经知道了如何转念 如何修正 他都知道了 所以已经把他摆脱了 念起佛来 驾轻就熟 没有障碍 欢欢喜喜 没有障碍 跟佛相应 就禅尽双修 这个祖师是禅尽双修的 所以他说出来的治理行间 都是针对我们的业障房的问题 银河能够正法久住呢 就是我们这一念心 我们末法的烦恼是什么呢 竞争什么 忍我是非 竞逐名利 想要放大自己 想要凸显自己 想要凸显自己 休息就要缩小自己 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习惯是什么呢 拿放大镜再放大别人 所以烦恼会这么多 我们如果把自己缩小缩小 达到一种真正进入这种 无我的 接近无我的话 我们就不会拿放大镜 一直在看别人 在放大别人 不管他是谁 对象是谁 他是你的师长 他是你的父母 他是你的长辈 你如果这么放大他的话 连菩萨你也要放大他 菩萨他有没有 他的额头写说我是菩萨 说不定你旁边就是菩萨 你用放大他的缺点去放大他 不是罪过吗 所以他不敢说他是菩萨 他会害你逗诺 菩萨会躲我们远远的 真的啊 他会躲我们 因为他会视线 他为了要考验你 他要视线 你看我们到文殊菩萨的道场 那个乞丐就视线文殊菩萨 看你有没有瞧不起他 我们到文殊菩萨的北台 有一个师父去那边 说拜文殊菩萨 结果坐了三四小时的马 到那边看到文殊菩萨 只有像这么大的一点点的文殊菩萨 还是同志的 他起个念头说什么 我站三四点钟 还要站在这里拜这尊 你以为看到的菩萨 佛祖都是那么庄严 不是啊 是因为你的心念 你自己搞不懂啊 搞不定啊 结果啊 这个念头一动 我躲就疼了 我躲就疼了 那我为什么要去疼了 欧白胜 欧白胜了 睡白胜胜了 那就自己 师父都有决心了 都有智慧了 我刚才那个念头不对 忏悔忏悔忏悔 我怎么会当这个念头 他这个故事跟我们说到那边 我去到文殊菩萨的道场 我怎么不敢欧白当念呢 哎呦 怕死哦 我躲疼不可以回来 要怎么 但是我们不能动念 我们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 别人也控制不了 有一个 正三慢的 有些都是我们出家人去 结果他人家到文殊菩萨都念文殊菩萨 喇摩清梁山都念文殊菩萨 他念他的咒语啊 对不对 那哪一文殊菩萨都念文殊菩萨 到观音菩萨就念观音菩萨嘛 不是吗 他念他的咒语 这白白耶 看着快到了 山顶快到了 他偏偏就停在那里 车子就抛锚 那个司机说 话不动了 你们都下车 下车走上去 你看看 灵验我们的心 就是这样 动念 一错 就会出问题 可是自己又没有观察到 菩萨慈悲号 给你点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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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没有尊重 没有尊重别人 没尊重别人 你就是没有尊重别人 你就是没有尊重别人 我也是没有尊重别人 你就是没有尊重别人 你就是没有尊重别人 就会给你点醒 谢谢大家